有网友推荐这间鲜宝小笼包 说在全平镇的早餐店 他就指服这家 查了Google评论 还有4.3的高分 鲜宝小笼包 坐落于平镇的屏东路上 据老板说 目前开业好像三年多 外观看起来还蛮新颖的 而且这一代停车也还算方便 店内不大 人一多 很容易就会客买 酱料区有手工炒的辣椒 酱油跟古早味酱油三种 小笼包都是线线包 完全手工制 品项还蛮多的 其他还有蒸饺 手工粉浆蛋饼 炒面等等 小笼包一笼八颗 平均一颗是十块钱 个头挺大 小鸟味的大概吃个二粒就会饱 以CP值来说算平价 小笼包是老面发酵的 吃起来会有古特殊的香气 内馅油花与瘦肉比例 约磨三比七 而且油脂的部分打得很细 让你吃起来有滑润感 蒸饺70元 皮很透 可以瞧见里面的色泽 只有单一口味韭菜 超厚实饱满 双蛋蛋饼50元 配上手工辣椒酱 层次更丰富 粉浆比例 也是店家自己调的 炒面加蛋60元 用凉面的面条下去炒的 除了特制的酱汁之外 还有店家自己做的肉扫 豆浆 红茶都是20元 是很好的搭配 我们下期再见 只有橙丝厨可以超越橙丝厨 这次多了新的菜色 肯定要尝试一番淡季的千万要先预优 一台金的柯仔 再加上嫩豆腐下去大火快炒 有点像是豆英柯仔的料理方式 老板把豆英拿掉 换上他自己的独门酱汁 再加上九层塔增加香气 有九层塔的荣誉香气 配上缩大饱满的柯仔 这一份吃完 绝对让你痛风痛三天 柯仔真的非常大柯 而且很有重量 这样的吃法单人就能吃饱 偶尔转换一下口味 吃纸虾子也可以 也能像老板拿取酱料 灰油香萝卜搭配 无论你是点痛三天还是痛五天 都恢复一碗味称汤 前阵子行李寄存与旅游平台 公布了全球十大机场美食排名 桃园机场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 在疫情期间 桃园机场美食餐厅 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 甚至连整个用餐环境的规划 都大幅升级 第二航煞 B2美食街 连通机场捷运 停车场 应该是所有民众 对于淘鸡美食最熟悉的区块 在第二航煞 B2美食街 都有据点比较特别的餐饮品牌 有大师兄销魂面铺 可没beautier 管制区外 四楼美食餐厅 多为常见的连锁品牌 像是汉堡王 摩斯汉堡 星巴克的 在三楼的航空公司 抱到柜台 Check-in 挂完行李 就能走楼梯 搭电梯上四楼吃美食 管制区外 北侧五楼美食餐厅休息区 用餐环境非常新颖 还设有乐高积木区 很适合亲自旅客 北侧店面较多有 星巴克 大星 七十一 刻意披萨 旺德福快餐 橙污拉面 管制区外 南侧五楼美食餐厅 南侧五楼店家 全家便利商店 富山黑拉面 金鲜卤肉饭 无论是第二航煞北侧 南侧都设有免费观景台 可以近距离欣赏到飞机起降 进入观景台会需要过个简单安检 保全会确认背包里没有携带任何围禁物品 过完安检 海关出境以后会来到管制区内的区域 这边的餐饮品牌就更厉害 其中步伐很能代表台湾的品牌 或是曾获得必比登推荐的小吃 比较代表性的有双月食品社春水糖 和咖啡品牌新波咖啡 获得世界最佳咖啡店殊龙的新波咖啡 是很多国外游客来到台湾 都会专程朝圣的咖啡神殿 推荐可以来一套火腿套餐 芥末紫酱火腿起司三明治 加台湾茶香拿铁的组合 其中那杯极具特色的台湾茶香拿铁 是以伊索比亚古籍翠城搜 再加入布置春乌龙茶 红茶制成 茶香 咖啡香 买香风味平衡非常好喝 管制区内 三楼出境C区美食餐厅列表 烙张清真牛肉面 VY Coffee Bar 林聪明杀过鱼头等 小王煮瓜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 台北华西街超人气美食 私心最推荐点二号餐 香菇卤肉饭套餐 必吃招牌香菇卤肉饭 清汤瓜仔肉汤一次满足 还会附上油豆腐 乳鸦蛋 高丽菜 笋丝 冷泡茶分量同样相当实在 拥有70年历史的嘉义地吃美食 林聪明杀过鱼头 居然在桃园机场也能吃到 杀过鱼排套餐是只有在这里才吃得到的 桃园机场限定产品 选用无刺血鱼排入菜 方便赶时间或是不太为挑鱼刺的人食用 马祖新村专卖车轮饼 首摇饮料 桃园机场所卖的车轮饼 还会落上机场限定的专属图案 料多饱满的车轮饼 很适合买上飞机当作解馋小点心 以后到桃园机场搭飞机出国 不用再烦恼没东西吃 或者要花很多钱了 哇!哇!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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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